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要将道带到这个婚姻里面 然后影响所有周遭的人 让他们知道修道的婚姻是如此的好 修道人的家庭是如此的祥和 所以我们修道要立一个魔幻 最简单的就是立一个魔幻家庭 只要有道亲到你家茶房 家里随时都干干净净 和和气气 随时都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家庭就有道对不对 这个家庭有资格谈得上修道对不对 讲一个故事 妻子越柔 丈夫越望 有一句愿余 男人盖房 你人持家 不管男人在外面有多厉害 回到家都需要你人的照顾 所以说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定有一个贤惠伟大的女人 妻子贤惠 丈夫安心 古人说 妻贤夫安 意思就是有个好妻子 丈夫就可以安心了 在现代女人是否贤惠 却是吸引男人回家的主要原因 你能把自己打扮得整洁干净 同时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每天花心施煮可口的换菜 等丈夫和孩子回来一起吃 他的丈夫和孩子会开心的用餐 并有厨房 并有厨房里选择各自爱喝的果汁 如谁的女人是家庭的支柱 温柔如谁的女人能够以柔克刚 他们和丈夫和睦相处 能够忘夫 丈夫的运气会很好 家庭会兴旺 自认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女强人 他们追求男女平等 但却失去了女人温柔的特质 女人跟男人增添 让他没了空间 必然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女人常发脾气 丈夫的运气就会不好 家庭就不会幸福 一个好女人会使家庭和睦 会得到丈夫的疼爱 男人是家庭的顶梁柱 女人是家里的风水 谁能在桌亦能护桌 一个家庭是否幸福平安 后代能够成才 跟女主人的行为有关 她对丈夫和孩子教育的方式 对这个家庭起了很大的影响 女人身心端正 乐善好事 心地善良 会给整个家庭和子孙后代 带来无尽的福德 家里有好的女主人 大人和小孩都会穿得整洁干净 三餐饮食均衡 身心安适 所以古人说 好女人会忘三代 坏女人会害三代 家庭是否幸福美满 安康取杰于家里 是否有个好的女主人 一个好女人的魅力 不来自相貌 而来自心貌 好女人会适当修饰 自己的仪容 也会把家里整理得干净 两堂 他们大方得体 通情达理 家里财运兴旺 老人身体健康 有德行的女人 年龄越大 越有福相 由内而外散发着 祥和温馨的气质 男人是家中的主心骨 而你人是这个家的风水 这个家的气数 好我们来省思 记得大学经一章有讲 古之意明明得于天下者 先持其国 一持其国者先其其家 一其其家者先修其身 一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 一成其意者先至其之 至天子以至于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好我们来看解释 想把自身美好德性 彰选于天下的人 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 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想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态 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就要先获得知识 想要获得知识 就要推就事物的根本道理 因此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百姓 都要以修身 以为人处事的根本 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一万化为心 一切事物的根源皆是从心而起 因此先割除心中之物 第二修道的书圣 就是能将道展现在 家庭社会一生活中 感谢大家的参与 一切事物的根本